好 再来一个比课 就是OL位超载位 overload 表示产生这个LSP的始发炉气 产生这个LSP的始发炉气 它的这个delabase超载了 就是说已经超过它的容量了 我已经保存不了这个 保存不了新的东西了 超载了 表示产生这个LSP的始发炉气的delabase超载 那这个就是自动设置的 对不对 自动设置 那你一旦发现你的这个内团没有了 那你就自动设置一个OL位发送出去 除了自动设置以外 我们还可以手工设置 还可以手工设置 手工设置怎么设置 你看啊 现在show rss这个base 你看这边OL位在这对吧 对不对 那么手工设置一下 set overload bit 记一下minion set overload bit xr上面也是一样 abc set overload bit show rss database看一下 是为了吧 是为了对不对 iOS也是一样 那相当于告诉大家 我这边我的数据户满了 那数据信息有可能不完整 因为满了以后不能存新的东西了吧 你们如果有新的东西 我还能不能存呢 我可能存不了了吧 所以说在计算的时候 你们尽量不要朝我走 那听懂我意思吧 尽量别朝我走 这个意思 很容易理解啊 比如说往这个去的 set overload bit load out 好 那我们s1-0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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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3 show ISS 4.000 0.000 0.0003.00 就back零口 S2上零口 好 看看零句关系 show C&S neighbor 零句关系都起来了对不对 把以太古斯兰啊 是的 show ISS 你看一下123路由是不是都有啊 123路由都有吧 好 那我们把2这边 route ISS set overload b 相当于 告诉我1 r是不是超载了呀 r有问题对不对 r信息有问题 是不是 那show ISS show ipu的 你看3的路由还有没有了 啊 还有了 稍等一下 可能是数据库的问题 数据库那个 它存在这个数据库里面的时间多长 20分钟 对不对20分钟 可能是数据库的问题 我们clear clear ISS7 让它重新计算 试一下啊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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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计算一下 show ISS database 把它算下来 clear路由表看一下 哦 你看一下 这是变成level2的 不是level1的对不对 啊 如果是level1的话 能不能吃上去 试一下 没了哈 2的也没了 2这边有1和3的 应该是 他也没有了 他3这边 这个信息 数据库的1 1 he 诶 怎么都ESS了 这1都没见 怎么是ESS呢 set overload b 这是没问题的 那1 那1这个信息 default interface 0-1 2 3 0 show ss to the base s 数据库这边是有1的 对不对 他会影响你 零居党啊 那不 应该不至于啊 零居关也没有问题 对不对 2出来了 show smeaver show ss show iproot 这个应该是1 3都有的 然后呢 3 应该有2 没有1 这个就是没问题 我现在这个现象是 我预期的现象 我预期的现象 为什么呢 因为 相当于我 我的这个数据库里面 我制一了 我的LSV里面 制一了 相当于告诉别人 要从我这走 但是我自己的信息 发给别人 你们要到我的话 可不可以从我这走 那可以的 就是说 212 23 这个OL为自卫了 对不对 我我发给你们那个 叫 你们去往别人的时候 不要通过我走 对不对 但是呢 你们要到我的话 可不可以用我的信息 那可以 因为中间的这些设备 他们都是全的 中间的这个设备 信息都是全的 听懂意思吧 只是谁不全 2自己不全 2你到别人不全 但是我们到底可以 那听懂意思吧 所以说 他们计算到2的这个路由 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看到吧 计算到2的路由计算出来 但是计算到3 还能不能从他走啊 就不从他走 走吧 这个 刚才是 是不是手工配的呀 手工配的对不对 可以用在什么情况 是不是可以用在隔阶的情况 对不对 不用在隔阶的情况 比如说 我们要把这台设备给换了 要把这台设备给换成其他设备 那这时候呢 我怎么办 我直接塞到欧洲的边 原来有流量从我这边走的 我一旦塞到欧洲的边以后 他会不会从我这走啊 就不从我这走的 不从我这走的话 从旁路 那我直接可以把这台设备 关机啊什么的 就把这东西换下来 就能听东西是吧 绝对没问题 啊绝对没问题 所以说呢 他应用于隔阶 刚才听到mini 那set over little bit 好 除了这个mini以外呢 除了这个mini以外 还有什么mini啊 set over little bit 后面有 叫做on startup unstand up unstand up 多长时间 比如说 100秒 啊100秒 或者是unstand up wait for bgp 啊wait for bgp 好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又是什么意思 啊 首先 我们一台设备 假如说重启以后 这台设备重启了 重启完了以后 他是不是得重新建邻居啊 重新计算路由啊 对不对 那 重新建邻居的时候 有没有 就是一开始的话 你可能 因为比如说我们区域内部设备非常多 那你一开始呢 可能收集的信息不是那么完全 不是那么完全的时候呢 你计算出来的信息可能不正确 那听懂意思吧 可能不正确 好 这时候可能会出一个问题 人家这台路由器 一旦从你这边接收到信息以后 哎他认为 冲你这儿 到人家更近 他就把数据包发给你 但是你还没有计算出来 去往目的地的路由呢 这时候是不是就丢包了 所以说我们有这种方式 叫做set overload unstartup100秒 就是当然 这个时间随你设置了 时间随你设置 就是说启动起来以后 在多少秒之内 我的 overload 的比特是设置的 在多少秒之后 我们把 overload 的比特呢给删除 在多少秒之后 我把这个 overload 的比特就给删除 我认为 这个时候呢 我的数据库已经差不多 计算完成了 已经收的差不多了 已经完成了 这样的话呢 你从我这走 就不会丢包 你要不设置这个东西 很有可能 我数据库不完整 你从我这走 我就丢包了 就能听懂我意思吧 来 那waitfulbgp 又是个什么情况呢 waitfulbgp又是什么情况呢 那waitfulbgp就更容易了 因为bgp 建灵区的时候 可以怎么建灵区啊 是不是可以隔着几条 建灵区啊 那所以说 在建灵区的时候 很有可能出现一个问题 你的这个路由 传到这边来 那 他呢 帮你传到这边来 传给中间的啊啊嘛 我们所有的路由器 都跟啊啊 建立区 所有的路由器都跟啊啊 建立区 这是路由反射器 都跟啊啊建立区 那你们的路由 可以通过啊啊传 传给我 对不对 跟啊传给我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r3s收敛了 bgp还没收敛 因为bgp收敛速度呢 要比r3s收敛速度要慢 这时候 我知道 去往 这条路由 下一条是什么呢 下一条是a 下一条是a这个节点 嗯 那去往a这个节点 我们从哪走 可以从这台设备走 因为就相当于去往 10.0.0.0这个网段 你从哪走 从 1.2.3.4 那1.2.3.4 是从哪学过来的 是从r3s 12.1.1.2 学过来的 这个下一条学过来的 这能听懂意思吧 啊 就是说这1.2.3.4呢 可能是一台设备的 还一口令 我们是从r3s 这个直连 明居 那边学过来的 那听懂意思吧 好 这时候呢 我就把这个数据包送给谁了 送给这台设备 这台设备 你现在是 R3s收敌完毕了吗 但他BGP没收敌完毕 他又没有这个路由 没这个路由 没这个路由 他是不是丢爆了 除非你跑的是MPRs 核心跑的MPRs 那不用wet for BGP 你核心没跑MPRs的话 怎么办 必须得怎么样 等BGP收敌完毕以后 我这时候呢 你去往BGP的这个网络 才能从我这走 你要去往RGP的网络 是可以从我这走的 要去往BGP的网络 我BGP没收敌 BGP路由还没放入路由表 就是丢包了 那听懂我意思吧 所以说这个set overlub unstartup wait for BGP的意思就是说 等BGP收敌完毕以后 我们再把OLA给去掉 在BGP收敌完毕之前 OLA照样设置 这个在以前那个网络里面 肯定是用的比较多的 对不对 肯定是用的比较多的 在我们这边也是一样 在我们这儿也是一样 XR里面 set overload b 对吧 那有unstartup 一个时间 对不对 或者说unstartup wait for BGP 一样的 没错 听懂没有 ok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OLA 好 最后 还有两个比特 这两个比特呢 就是代表我们类型 两个比特一共有几个值 一共四个值 对吧 哪四个值 00 01 10 11 对吧 其中01 这个代表level1 11代表level2 这个是不用的 这个是不用的 那只有两个值 哎 有的同学说那里不还有level1 2吗 为什么不还有level1 2 你看他上面写的吧 01代表level1 11代表level2 对吧 那 那个呢 level1 没有level1 因为在LSP里面 要么就是level1的LSP 要么就是level2的LSP 对不对 啊 没有什么level2的LSP 这一说 只有level2的邻居 没有level2的LSP 这一说 对吧 好 那就ok了啊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 呃 这 八个比特的属性位 我们讲完了 八个比特属性位讲完了 大家抓包 上面八个字节 上面八个字节 在哪黑色的这个部分 上面八个字节 就是我们基本包头 23 包头长度 Vision1 对吧 然后呢 ID0 代表六个字节 18 代表level1的LSP 10 然后呢 真长度 110字节 RL 1199 对吧 我们的这个叫做什么来着 SourceID 啊 不是 不叫SourceID 叫做LSPID 分为三个部分 一个是SystemID 加上维阶点ID 加上FragmentID 对吧 然后呢 SecretsNumber 呃 教掩盒 以及我们的属性位 对吧 属性位 属性位呢最后是01 表示什么 level1 得录一起 啊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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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